其实有一定程度上 我是真的是很想被人关注 因为事实上我觉得 我后面要干的事 需要一定的关注度 我真的是很想去帮助那些盲童 因为在我从医这么多年 其实有很多小孩 他们并不能够去被医疗治得很好 他们真的会成为家庭的这种负担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去做一些进行巡演 或者是做一种意脉等等等等 我觉得其实是有可能帮他们找到一条 未来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路的 这一切我觉得其实需要 我有一定的关注度 所以我其实我还真的是 在往这方面在努力 我觉得能够拥抱这个时代 能够愿意去被关注 这是一种能力 因为很多时候关注太多 其实挺让人心生恐惧的 你会有一点点紧张吗 小兴奋同时没有紧张 那你心态无比之健康 其实这里头还有点私心 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们老师就是一打哈欠就流眼泪 那个大夫就拿一个特别细小的针 就是插到这个眼睛里面 然后通一下打水 如果这个水能流到鼻子里头 就说明这个管子是通的 如果流不下去就累到堵塞了 当时我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 身边其实还有些大人 一看见拿着针过来了就害怕 我一点都没害怕 所以当时那护士表扬我来着 我一直一直记得到现在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去帮助这些孩子 去拿到这个就是自己生活的这些来源 那他们回家的时候就会跟他们的父母分享这个快乐 也会很自豪也会很骄傲 就像我当时一样 能让他们的一些故事能够感染到更多的人 我觉得对于这个社会提升幸福指数是有帮助的 我的亲身的经历告诉我 其实不是说视力越好的人就越幸福 视力越不好的人就越不幸福 常常是这样的很有意思 就是前后相隔不久的一个病人 一个视力特别好 但他总是告诉你 哎呀陶大夫我身快要瞎了 我瞎了可怎么办呢 而那个视力不太好的 哎呀陶大夫来了 那个什么你知道吗 我刚骑摩托车 他又转了一圈 就这种 就是你会觉得 哎不对呀 视力不好的人怎么还这么高兴 视力好的人怎么还整天活在一种恐惧之中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痛苦可能是在于 你不敢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而带来的那种遗憾 我觉得其实真正的遇到了挫折和打击 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接下来一定要在外形再好一点 更上进一些 我觉得如今做一个好医生都不够 你还是个帅的好医生才行 我太难了 那必须得表里如意 然后你才有可能 有更多的关注度 才有可能 能够去做一些 更需要影响力做的事 你这种想法是以前就有的吗 就是我得保持个好的外在的状态 然后 原来因为没有用 你就练得再好也没有用 就会让我做一个好医生都不够 就会让我做一个好医生都不够 就会让我来做一个好医生都不够 我不是说你会把这个好医生都不够